三美兰警察总部毒品罪案调查组 2月28号和3月1号两天之内 在多个地方逮捕了6名涉及毒品案的嫌犯 并起获了总值932,288令吉的各类毒品 6名嫌犯年龄介于35到54岁 警方已经获得庭令 延长扣留所有嫌犯7天 全部的案件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 第39B条文展开调查 生州总经长 南都默默默有所在记者会上 陈述警方这一次的扫毒行动 首先在2月28号 警方在波德森蓝查一辆服饰维根轿车 搜出了801克的冰毒 逮捕了一名本地男子 接着3月1号 突击波德森一家度假屋时 起获了23.2公斤的K他命 五载和摇头丸 以及一把伪造器枪和子弹 逮捕了一名本地男子和一名越南籍女子 同一天 马六甲警方在亚罗亚野和丹荣明月展开行动 分别在两户民宅 各别搜出1590克和226.4克冰毒 以及4.9克K他命 逮捕了一名本地嫌犯 同时充公了一辆国产威拉轿车 .'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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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''